说到那英,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的导师身份,作为最早最出名的生命类综艺节目中的导师,那英的影响力非同一般。 不过除了导师之外,那英的第一身份还是一名歌手,早在几年前,她还活跃在各种演唱会上,用自己的歌声征服大众,尽管当时的人气没有现在这么高,但是媒体对她的报道却不比现在少,只不过,大部分关注的焦点,都是在于她的服装风格上。 观众之所以如此讨偏,实在是因为那英太敢传落。 在一次演唱会上,她为了营造科技感,上身竟然只穿了一般衣服,正面虽然保守紧慎,但是背后却是疯狂无限,虽然这样的穿法现在看来还算正常,但是在那两年还是挺新潮的。 不过,大家的感想却非常的一般,甚至还觉得有点烙眼睛,因为她的身材真的太一般了,陆飞只会暴露缺点,这种刺暴极短的行为,引起了观众的反感。 在前些年,乐坛开始衰落,很多女歌手都有过这样的黑历史,好歹现在可以通过综艺重新包装,现在的那英在穿衣上就更加持重,让人看追也顺眼了不少。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